第十七季第五集 只是說SHF的第五集 今次再來是最後這款 Command LiDar Zero-One 亦在我自己 設計來說,這款也很棒 Metal Cluster 整整天這麼受歡迎就不用雲限 坦白說雲雲限 未必跟價錢,炒價是掛勾的 都是可以很貴的 看CO1的時候,覺得CO1已經很漂亮 去到Shining Hopper,又覺得Shining Hopper 也很漂亮 到Asus Shining Hopper,又覺得Asus Shining Hopper 肯定是頂峰來的 最初出Metal Cluster Metal Cluster的時候,都以為是頂峰來的 後面是Zero 2 Zero 2都以為是頂峰來的 然後就做Arc 1 Arc 1之後就做Arc Zero 哇,這套東西是傻的 而且完全沒有冷場,每一隻都漂亮 為什麼不買呀 神經病 而且產品質素上是真的無敵 這次這個Metal Cluster 可以見到就著它的銀色 坦白說出銀色都很高 這隻叫做高得少 我不是說不高 大家如果未入手 或者入慣了這個銀色產品 特別是 鹹蛋超人的話 都一定預算了不會有完美的這件事出現 這隻Metal Cluster都是 如果你閉嘴去看一些細節位 你是絕對很大機會會找到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花痕 不過 這隻我覺得算少了 跟Yutalamun比真的算少了 就這樣轉了一個圈給大家看 看見其實它的外甲的銀色是處理得不錯的 那種叫做什麼銀? 那種突破了不錯的 白銀 但是重閃粉的白銀 它又不是很亮 但又不是啞色 我覺得它那隻銀色處理得好像很亮 它是類似一個灰色 但是混了閃粉 銀閃粉 之前官徒看 先頭大家好像很擔心 好像比較膠的 如果在那時候它拍攝的時候 因為有一期你知道大家重伏這麼多 大家對於 對於最大滔天的Bandai 是很有怨氣的 包括早前有Saber交劍 有Saber交劍 大家是很 甚至乎大家的怨氣大到Bandai跪下 要在後面出銀色的Saber 改噴上顏色 如果它這隻糟糕還不死 大家裙插它 拓奶出到來 它之前擺是否擺雲展還是什麼 有擺過10版 那時已經覺得 OK 但你看那些10版沒意思 所以 最後出貨出成這樣的時候 是值得震驚 這隻要為Bandai拍手 你記得漫畫版的SHF Ultraman 那個銀色變成灰膠色 嘩 真是 生氣 簡直是憤怒 還要不便宜 看到本身除了銀色之外 都有些 金屬灰 變成了 整件事 都漂亮 拳頭也是另外一隻 金屬灰 變成 在狀色來說 再加上這個螢光黃 又是非常之沉 然而你看到它 這麼亮麗的 塗裝之下 其實它有部分 顏色 那些顏色 是瞇出來的 嗯 但是你就這樣 睜眼看不覺的 比如說 可能是頸 領後方這一件 那個顏色 其實是瞇色 但是它是 那個顏色 也都瞇得很漂亮 所以在主體上 那麼多狀色之下 你是不會覺得 它很寵為禍感 是 唯一看到它是 因為它有水紋 哈哈哈 其實我又 講回套劇 他初出場的時候 威風是小的 特別是這個被 ARC操縱 那時候 我覺得應該 那時候 那個作戰能力 才是最強 你跟 ARC Zero 打 那些 絕對防禦 液態金屬招數 沒有招出過 是啊 然後被人 不斷壓倒性 被ARC Zero打到 不能還手 才是精彩 其實它一拿回劍之後 它就完全變了 絕對 沒有了 所以其實 那些人經常都說 勁的角色 在別人那邊就勁了 回到自己那邊 就全部變了廢物 沒錯 它一回來之後 本身很勁的 打到千奇不停滾地 由它 拿回劍 打完千奇滾地 那一集之後 不久就開始 他就不停被人打了 還要不僅是滾地又爆 又打回原形等等等等 整個東西 OK的 不過我想影響一把劍 連他連把劍也很有心機 是啊 做足了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 沒有遇到他會 分開件來做 照樣跟回那個 金屬王 塞進去 也有 他一些黑紋 劍鋒用了金屬色 那一隻膠就啤出來 印象中劍鋒本身在這套劇裏 是透明人 沒錯 所以這裡就差了一點 我自己覺得 算了 這麼細快就有它 OK 最重要是主體 我玩得開心 好 攪下這東西 在攪東西之前 也可以看看他本身的 配件 剛才你見到 飛電騎鴻 只有六隻手 一叫六隻拳頭 給你玩 他就相對多很多 甚至乎你見到他的手 手指 因為Metal Cluster的手指是尖頭的 而且手的上面 手指是有些甲在上面 你會見到他這些甲 很細很細片 但是每一片 都有上色 甚至乎我自己那隻 是沒有出界的 有這些顏色 嘩 他前面包括 就是那些 手指邊 手指關節 和手指甲 這個也沒有出界 很厲害 是沒有出界的 我那隻 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 這個也沒有 這個也沒有 為什麼我突然拿這隻手出來 做展示呢 就是這個 專屬手形 愛黎給他招呼 Metal Cluster 握他的頂 這些錢就算是值得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所以他比同Gray 是貴一點 這隻是550 現在好像是 是 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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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動一下東西 來來吧 無所謂 這些好小事 主體大家就基本上看過了 我們這個時候就看看可動 不過 很多師兄 方才說 還設定的地方 除了油漆 表面之外 其實 尖角的部分 是會有各種 不同的 運輸性的傷害 真的猜不到 這件事 大佬 比如說 例如 你見到這隻耳朵上面的角 是很尖的 但是 這一邊 你見到明顯 整個是崩了 就會有這種情況 因為他的角 是很尖很薄 甚至乎 去到真骨的程度 但是你運輸的時候 就會有各種撞傷 我自己那隻 撞到這兩隻 是彎了 即是 變成這樣 咬了進去 我是 有少許吹脹的 除了這部份之外 但他有些地方很細心 比如說這裏 其實是有 兩支硬 外面這兩支 是PVC 這兩支是軟的 是 軟身的 它是防止一些干涉 撞的情況 我們現在看可動的時間關係快 左右轉頭 他也是有一個領圈 但是他 不是很受領圈所限 頭的左右轉 很好 如果有星外有夜光 前後 有黃色 黃色有的 每一隻的黃色都有夜光 前後亦有很多 例如你去做一些 輕輕的倒閉頭的側頭 其實很多拉打都做不到 但是它是可以補得很美 還要是比那一隻 我們看看身體的可動 身體的可動 一些身體的左右側轉 上面的側轉 腰帶的部分 中腰的側轉 加上 你看到他的可動 很厲害 除了側之外 我們也可以看回向前轉 是否很容易化 是否腰帶弄到 他也OK 因為他本身 避位避得不錯 向前轉 比較少 都是腰帶 但還是向後轉 他本身應該有遇到一些限位 令你不要轉得太多 而撞到腰帶 肩膀的可動 肩膀可以這樣向外拉 一個雙軸 裡面是波頭 除了雙軸波頭之外 他這一片外甲 其實是可以動的 他可以有這樣的可動 其實他是擦得很細心 很細心才會做到這個地步 而他主要是為甚麼呢 因為他這裏有幾支尖刺 他就會卡到他 所以例如 做一些托手的動作 你可以選擇 放在下面 就比較美型 或者是選擇 把它拉上去 這樣就可以避 避開 原來避不過 避得過 OK 可以去到這樣的 OK 如果你喜歡 覺得漂亮一點 就可以收回 這個也可以 然後手的水平轉 上面有一個水平轉 為甚麼這兩支要做軟 因為他有機會會刮到 這一片格 所以他會特意做軟 避免斷 避免斷 但為甚麼不做 這兩支 如果不是 我便不用中Z 我便不用回來找PB 傷心 OK 最近很報錯 很想特地給你講 你可以開心一下 除了上面的 單水平轉 其實很有趣 這個位置都有 兩個層次加起來的水平轉 這個也不多 在拉打 我第一次看到 所以這個真的值得說 這個很有趣 這個位置有水平轉 其實很有趣 接著是一些接手 接手 正常 有時接手 你這樣玩 未必能拿得盡 因為它很多時候 先動了下面的線 要嘗試動了上面的線 再接 原來沒有甚麼分別 哈哈 因為Zero One是大分別的 你分兩段走 這隻多夾 可能是因為它多夾一點 拳頭的一些可動 一個單軸加上前面的波頭 各有可動 其實我覺得這個位置 可動小了 因為它把上面的關節收得 細了很多 所以你看到缺口小了 可動就有一點缺陷 來到腰帶 其實Prolice Key 這個是不是還叫Prolice Key 都可以拔出來的 連上整組的加強 因為它本身是插在自己的Prolice Key 把銀色吸進去 然後這個也插進去 來到腳的部分 腳其實跟之前大家玩過很多一樣 包括Zero One好 千奇好 都是一樣 你去轉腳的時候 儘量把兩邊拉開 因為它上面這個單軸 加上下面這個波頭 它就可以隨意轉動 但是有部份師兄會說這個位置其實有點鬆 我也覺得是 亦都可以向下拉 那個關節 就可以向外轉腳 向外轉腳的時候 你小心這個尖位 這個尖位有機會會被炒 大家會溫輕一點 不過它向外轉 可動就 略嫌比較低一點 然後就一些抬腳 抬腳 避一避開尖位 抬腳 OK的 這樣就屈膝蓋 膝蓋也挺緊 反而上面大腿就鬆 對上面大腿鬆 不過裡面是波頭 如果你有勇氣 把它拔掉之後 就補回它 塗上一點 指甲油就可以了 跟Zero One一樣 這個位置是有少少穿的 看個人喜好 我自己也OK 這麼細隻 它這麼薄的材料 很難做 對 它沒有什麼材料去補 一些腳碗的可動 你看到它是下級上級得很英俊 一些左右 很英俊 愛不釋手 一些前掌可動 前掌接很多 重點是它本身的銀色處理得很英俊 很英俊 很英俊 可動的部分就看完了 差不多 再說一說 再說一說這邊 本身 都會包一把劍 不過 最重要就是 如果你有另外一把工具 就可以用這個連接的部件 成為這個雙頭刀 可以加上 這個attachi caliber 好 當然 我現在沒有帶到任何東西 就正正經經插上這個 原本用的手柄 就可以 真的收它當了 而另一把刀在哪裏呢 在Wolf那裏 對呀 沒錯 在北破 你真是在哪裏猜到的 大陸 好 我是沒有北破的 它為了一把 Wolf 它是要有三把武器在它身上 神經 你有沒有買到啊 我有啊 留一把武器之後就賣掉了 你很幸運了 我沒有啊 陰公 陰公 雙頭也很重要 對呀 雙頭也真的很重要 大哥 不過呢 如果你被Mirrorizing Hopper拿 其實你拿一把 Star Wars的Light Saber 給它拿 很有型 中型 很有型 你會馬上有RX的感覺 很棒 我家就給它拿一些Light Saber 嘩 真是 真是很漂亮 這隻真是 然後它盒裏面的手型 配合有指人的手 和指自己的手指弓 是霸氣盡現的 我真心覺得 所以 都沒有什麼補充 沒有話說 好 今次的SHF特集就到這裏 不過 玩具TV 是未完的 稍後見 再見 高達平 高達先定前位 前位 師兄說63 是